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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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脑袋跟肠胃道其实基本上是有相连的 那其实讲到我们肠胃道大概先要讲肠胃道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肠胃道从哪里开始 其实从口腔开始 口腔开始一直到食道 接下来进入所谓胃 那旁边还有一些附属的各大像肝脏 胰脏 接下来就进入所谓一大串的小肠 我们小时候都知道说这个小肠是负责我们消化跟吸收的地方 最后排泄物进入所谓的大肠 最后进入乙状结肠 再进入我们的直肠 最后变成粪便排出去 那过去我们都把这个认为它不过就是食物消化的通道 每一段有不同的功能 现在我们知道的东西远远超过这个 除了刚刚我们讲说情绪跟它有关系 它跟我们的免疫还有很大的关系 也有很大的关系 好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 那一条铜子头脚蹭 有没有 就是说这个人直肠子 其实讲的这个从嘴巴吃进去之后 然后现在发现什么肝胆肠胃科 其实包含胰脏等等 然后一直到最后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免疫系统 也是有一些相关系了 在讲免疫系统之前 我想大家可能对免疫系统不外乎觉得说 它就是抵抗我生病的地方 或者是造成我发炎 或者造成过敏 很难有人想到说 我的发炎皮肤过敏跟肠胃有什么关系 我鼻子过敏跟肠胃有什么关系 甚至于说我的脚发炎 或者是我常常容易发生一些发炎性的疾病 跟肠胃道有什么关系 现在我们才知道 第一个免疫系统 它其实跟全身的系统都有关 跟呼吸系统有关 跟消化系统有关 循环有关 骨骼肌肉也有关 身质也有关 内分泌有关 神经系统有关 跟皮肤也有关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很重要的是 我们刚刚讲的肠胃道 是一条肠子通到底 对 肠胃道里面的淋巴结所占的数量 占我们全身免疫系统 大概50到70 好高 也就是说一根肠子通到底 旁边为了防卫这根肠子 通到上面所通过的食物 你有可能吃进去脏的东西 你有可能吃进去毒素 为了防卫这个肠胃道旁边 可能进来的这些毒素 我们的免疫系统在旁边 真的是负责了很好的守卫功能 而它的分量居然达到 全身免疫系统的70%左右 很重要 少则70有的说法是说到80 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 对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免疫系统的存在 它的活药与低下 就会影响到你全身性的反应 那很多人其实是这样子 从小吃的食物不正确 对 就让你的免疫系统 肠道的免疫系统发生问题 它连带的就影响到其他的系统 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传统的 很固着的观点就认为说 我们的免疫系统存在哪里 它就永远在哪里 其实免疫系统是一群这个寻手的尖兵啊 我们的免疫细胞其实一直都在游动 对 即使你今天看到说我的肠道上面的淋巴结 这一块 我如果今天有一个显微镜的眼睛 我天天可以看到它 它天天都存在那里 可是你如果有个慢性的纪录片 这个淋巴结第一个会移来移去 第二个里面的细胞是每天都不一样 它每天都走来走去 每天走来走去 是 所以里面的细胞是会活动的 第二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过去我们认为 肠胃道的食物通过 跟我们身上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在从小到大 对于周边环境的认识 除了我们感官 看到东西 闻到东西 听到东西之外 我们对周边的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对你过敏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一个 不是我们身上的东西 对 都是通过我们肠胃道来教育的 所以肠胃道是我们早期 认识环境最重要的免疫的教育系统 那我其实常常跟我的学生 或者跟病人解释说 我们吃的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环境的课本 所以我们的课本 你要博览群集 所以神龙藏百草 他就吃过各种食物 他认识周边很多环境 今天如果偏食的人 你就只认识一种东西 认识少数的东西 今天如果你不小心 吞进了一个新的食物进来 对你来讲可能就是一个 新的过敏源 你身上就对他产生不正常的反应 因为每一个人 其实基本上他对于 什么样的食物是有过敏的现象 其实是反应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对于环境的这些抗原 对 其实都是外来物 长期不断的刺激他 最终都可能会造成免疫反应 所以现在有一些研究认为说 我们年轻的时候吃这些食物 不会反应 为什么我到老了突然会反应 免疫系统开始 这是免疫系统开始改变 第二个就是说 当你长期偏食到一个程度 或说你喜欢吃某类的食物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这些食物的分量 最后会超过你免疫系统 能够这个 复合的 复合的能力的范围 它就发作起来 所以其实我们古人为什么 按照四食的食令 吃不同的食书 对 其实某种概念也是说 避免长期用同一种抗原 去刺激你的肠味道 所以按照食令去吃食物 是最健康的吃法 对 你每隔一段时间 你就换一种抗原 对 所以你身体就会均衡 第二种就是说 你不要只吃同一种食物 均衡的摄取轮着吃食物 现在我们因为这个 工作技术的关系 其实食书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好像不存在 有时候在冬天也吃得到 夏天的食书 对 一年到头可能都可以吃到 同一种食物 而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偏爱 某种食物 你常年都吃同一种食物 也不行 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所以那在这种 这个现代工作的环境之下 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要轮替着吃 对 不同的食物 让你的肠道系统 让你的免疫系统 经常在周边的环境 改变的情况之下 认识你的环境的状态 但是又不过度刺激你的免疫系统 就是去慢慢的适应它 对 让它也接受 比方说我可能真的 今天我这个水果 我拔辣好了 是 那我今天吃拔辣 明天我就换一个嘛 我就换一个苹果 然后后天 现在木瓜还不错 我就换一个木瓜 对 然后再来 蔬菜水果也是 也是一样 你单一种吃久了 那也不行 都不好 对 其实有些人说 我只要吃蔬食就好 可是他只选择一两样蔬菜 对 或者说他去 他说自助餐没东西可以挑 对 挑来挑去呢 就挑那两三样菜 长期都吃同一种的 同一类的蔬菜 或者是只吃两三样菜 那也叫做偏食 是 所以我其实建议说 其实我并不反对吃自助餐 自助餐其实选择很多 对 重点就是你要轮着吃 那当然自助餐还有其他 调味料过多的问题 或者太油的问题 对 但是至少你做到 要均衡 要均衡轮替 吃到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是蛮 对我们的免系统是很重要的 OK 好 所以其实肠胃道算是第一 第一线的兼兵啦 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们讲说 我们要维持人的这个 这个生存的一个能量 其实就从吃的食物开始 对 其实你想想看古人说 病从口入 对 我们西医的这个老祖宗叫 西波克拉底 他也说 所有的疾病始至于肠道 没错 所以是万病始于肠道 其实古人在经验上面 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现在常常把这个细菌 当成是一个 好像万恶不赦的东西 甚至于说 吃的东西一定要煮得很熟 要杀菌 对 其实古人讲说 蜡蜡吃蜡蜡不一样 真的耶 某种概念其实是正确的 就是说 我们对环境的东西 其实除了食物上面的营养物质 它的抗原理而认识之外 对环境当中的一些 自然存在的菌种 土壤里面有土壤的菌种 这个植物上面本身也有植物的菌种 甚至于我们的皮肤上面 有我们的提表菌种 是 你每天把它刷得干干净净 你不要过度清洗 对 过度的清洗 每天用这个肥皂 把它身上刷得干干净净 反而容易生病 是 我当然不是说不要洗澡了 或者说你就可以脏细细 而是说 这种适度的暴露在环境中的 自然存在的这些菌种 对我们是好的 对 食物里面有时候 自然存在的一些东西也是好的 甚至于现在西方的一些营养学家 主张说 你一个礼拜至少要 吃一两次的生食 尤其生蔬 生菜 生菜 沙拉 这些生的蔬菜水果 对身体来讲 对免疫系统来讲 它都是适当的一些教育 但你还是要适当的清洗 我们必须这么说 那当然啦 适当的清洗 但不要过度 就是 我们举例来讲 像其实就两派的理论 就是说家里到底这个 从小孩让他跟宠物一起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但一派的研究是发现说 你如果小朋友 其实从小其实你家里环境 就有这只可爱的宠物 那你也没有必要说 因为怀孕你把他送走 你会发现说 小朋友其实他已经习惯 那个环境 他反而抵抗力比较好 是的 有这种说法 那当然其实包含 我们自己本身的口腔 或者是我们的皮肤 你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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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皮肤 本来的那些所谓的 保护性的正常菌虫 那他可能本来是 来保护你的这个皮肤 你把它过度 全部都清洗掉了 你会发现 你的皮肤更容易干痒 更容易过敏 对 这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其实适度 当然过与不及都不行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 然后再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下 这个我觉得就很好奇了 有些人 他说帕金森 帕金森 他居然跟肠胃道的问题 是有相关的 是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肠胃道的免疫系统 占我们全身的免疫系统 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那有最新的研究认为 肠胃道的神经系统 尤其是自律神经系统 是 也占我们全身自律神经系统 大概百分之五十到七十 也就是说 其实神经系统 在很多的分布 我们TBL有很多的感觉系统 当然我们控制血管 也有自律神经系统 但是我们的呼吸道 心脏血管 也是 消化道 是我们自律神经 控制的最大宗 我们很少去说 你可以控制心跳的吧 所以其实我们就有听过 所谓的自律神经 失调的问题 是 然后这些症状是什么 你可能真的不以为意 比方说你可能会突然有心悸 或突然睡不着 或者是压力会大 甚至手会抖 其实真的就是跟 自律神经有关 对不对 对对 事实上我们讲说 肠胃道的蠕动 我们平常 其实是不自觉的 它就在蠕动 你其实很少说 感受到肠胃蠕动几下 或者我现在叫 肠子运动快一点 也不行 没有做得到的东西 没办法 那很重要一个发现就是说 现在肠胃道 它所分泌出来的 神经传导物质 非常非常的丰富 其中最多的 比如说我们讲说血清素 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 那最新的研究 这个是2016年12月 就是这个月 月初才发表在 我们在科学界 一个非常高级的期刊 叫做细胞 CELL 里面的一个报导 讲到说人的一个 巴金森症症 翻译成帕金森 这个 帕金森症 主要是牵涉到我们 动作的问题 所以巴金森症的人 会造成手抖 那越抖越厉害 其实大手抖 到严重的时候 其实这个嘴巴也都会抖 全身的控制不良 最后走路像一个小碎步一样 巴金森症的这个步伐 那这些都是因为 我们脑部里面 有一个地方叫做 黑质的细胞 它控制我们运动 神经的这些细胞死亡 是 过去我们其实不太清楚 到底什么原因 这么多年来 不是很清楚 当然有很多的理论 那也有很多的 毒素的理论 认为是中毒 但是无论如何 都发生在这边 发现这些黑质的细胞 有发炎 坏死的情况 但是很少人想到 它居然跟我们 肠道的健康是有关的 甚至于跟肠道的 菌虫有关 是 那我们刚刚讲到 体表有体表的正常菌 肠道里面 也有肠道的正常菌 我们过去认为 细菌都是坏的 肠道如果拉肚子 都说我吃坏东西 把这个肠道的细菌感染 其实大部分的拉肚子 都是病毒感染 很少细菌感染 细菌感染造成的腹泻 都是很严重的腹泻 可是反而很重要 是这样子 我们常常 动不动就吃抗生素 就把肠道的细菌杀死一遍 对 然后接下来 你又开始不爱吃蔬菜 又开始吃肉 糟糕了 就开始养所谓的坏菌 那我们身体这些细菌 很有趣是这样 从口腔开始就有口腔菌 对 食道有食道菌 胃大概是细菌最少的地方 主要因为胃酸很强 是 可是从小肠开始 慢慢的细菌量越来越多 到了大肠细菌更多 所以大肠虽然短短这么一段 它里面的菌种 过去我们研究的技术不好 总是分析出来 什么大肠肝菌 这些东西 都是致病菌 是 后来我们现在的这个 所谓的基因定序的能力 越来越强之后 才发现肠道里面菌种 超过一千种 哎呦 它的数量 甚至于它的细菌的数量 我们讲菌口数好了 假如我们人口算一口 对 菌口是我们人口的九 就是 应该说人口大概只占百分之一 百分之九十九十细菌 就是我们现在人在走路 其实我们是一 大概 这个群体在走路 是 这群体里面百分之九十九十细菌 了解了 只有你是人而已 所以其实 这个之前我听过一个 哈佛大学的细菌学家演讲 他说 你们在我看来 都是一群细菌 他不是乱讲的 这是有根据的 对对 那其实是讲 讲一个开玩笑的开场白 但重点在于 就是说 我们身上的这些细菌 平常的均衡状态 跟我们健康很有关系 是 肠道菌 一样很重要 而肠道菌的 菌相的改变 居然影响到 脑袋的动作神经 所以跟巴金森治症 是今年十二月的研究 更早之前 也在今年的五月 或者是 其实更很多 今年五月 三月 跟去年的十二月 也都有一些报导 是 讲到说 艾滋海默症 失智症 也跟肠道菌有关 好 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再来聊聊 这些看似 都是跟我们 这个 这个 跟肠道 跟肠道无关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居然其实跟我们的肠胃道健康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管理性 待会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聊 为什么跟它有关 好 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肠道不只是我们身上最大的免疫器官 甚至于是我们身上很重要的一个神经系统的调节器 是 所以我们刚讲到脑肠轴 脑跟肠其实是有相连的 以前以为我们的系统 就是我们上一个世纪对于身体器官的这个研究 大概就分系统 神经系统就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就是消化系统 好像就是可以分开的 对 其实它们之间有很多的联系 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 不能够再把这些系统分开来看 脑跟肠 情绪跟肠胃道的关系 现在越来越清楚 甚至于脑部的功能 我刚讲到说 巴金森症控制到你的运动 对 失智症控制到你的认知 是 这两个都跟肠道的健康有关 肠道的健康就跟饮食有关系 饮食不正常 就可能会造成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讲说 哪一种饮食不正常 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研究 但是最新的研究告诉你说 如果你的肠道菌 偏向于某一类的菌虫 它会分泌出一些 特别的短链的脂肪酸 这些脂肪酸 就可能造成我们神经系统功能的变异 其中一个可能的变异 就是造成神经细胞发炎 之后死亡 而造成这些巴金森症症 那同样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不是同一个菌种 也不是同一种脂肪酸 而是可能的肠道菌相的改变 菌虫的种类的改变 造成你的认知功能受伤 甚至于现在有更多的研究 认为忧郁症 自闭症 都跟肠道健康有关 那如果我们要带到很多 其他有关的症状 比如说肠躁症 甚至于说 因为抗生素滥用 造成的腹泻 我们大概有人听过 所谓的困难感菌 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 困难感菌是 常常在 不是常常的 就是我们在病房里面 如果是急性感染 严重感染病人 用了很多种抗生素之后 他的感染症快治好了 是 结果开始拉肚子 腹泻 严重的腹泻 那过去我们都认为说 是一种细菌的感染 分离出来 果然是困难感菌的感染 然后你就用更强的抗生素 去杀这个困难感菌 越来越严重 最后 在美国呢 就逐渐的发现说 尤其是益生菌的研究 被认知之后 才认为说 肠道菌虫是很重要的 所以曾经就开始有人研究说 这一类的病人 我可不可能用移植肠道菌虫 来救他 结果就发现说 我如果把健康人的粪便 做某种处理之后 是 做成制剂 胶囊 让你吞下去 在这个美国FDA 2014年 2015年 去年通过了 这个可以正式 作为一个治疗的方法 英文叫做FMT 这个就叫做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肠道菌虫移植树 这个听起来匪夷所思 但的确 我曾经去上过 小燕姐的节目 也是一个问答的节目 是 人类的粪便 其实真的可以提供 这样子的一个 医学上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研究 造福很多人 是 对不对 把好的菌种 移植到你的肠道当中 所以其实听起来 有点匪夷所思 对 要人吃大便 对对对 其实大便制成的胶囊 现在台湾还没核准 但是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一定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治疾 没错没错 就是把正常的菌虫 再重新去建立你肠道的菌虫 是 所以等于这个治疾 其实在 在中国的古书上 中医的书籍里面 很早很早以前 就有一个寓医 对 曾经帮一个皇帝的治病的时候 他就把粪便拿出来 给皇帝吃 所以其实在中国的古书里面 粪便也是一种药物 所以这个 这个倒不是说最新的发现 但是到现在才知道 它的原因原来是 里头的菌虫 所以其实 当然也有很多人讲说 那我就是多吃有益菌 或者多吃益生菌 那现在有的 不管是要冰的啦 胶囊的啦 或者是说 我多喝优格啊 优弱乳啊 是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 肠道的菌种比较健康一点点 这些方法有效果吗 你怎么建议 嗯 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子 其实益生菌 是我们身上半有的菌虫 如果你现在饮食的习惯不好 造成细菌的菌相的偏移 当然你不会知道 可是我们可以从你的饮食习惯 跟你身上的症状 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说 你如果是很容易过敏的人 或拉肚子 如果开始问你说 你就是喜欢吃某类的食物 嗯 开始造成皮肤的一些骚痒啦 是 常常起疹子啦 或者很容易起这个玄麻疹啦 是 你如果改变你的饮食 往我们所谓的健康蔬食 这个概念来来来推移 嗯 你很可能就改变你的免疫系统 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你的肠道菌虫 我不需要帮你检查 嗯 我大概就知道你的状态 状况 当然现在临床正在发展啊 我刚刚讲到说 因为我们现在基因定序的能量 越来越高 那这类的所谓的NGS 这类的所谓的定序仪 越来越快 嗯 其实可以在20小时之内 就知道你的状态 是 但是它的价钱还没有下来 嗯 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这个诊断也可以 我们先撇开这个诊断不谈 我们就光讲说 你刚刚讲益生菌可不可以吃 对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 如果你只吃一种益生菌 嗯 长期吃大量的这单一菌种益生菌 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肠道菌 从往单一菌种偏移 对 这也不是好现象 是 所以如果我个人要建议 目前其实医学界都没有 对于益生菌有什么样特别的建议 嗯 我们只说益生菌有好处 是 禁止于此 我们不再建议说 哪个是对哪个有效 这个可以治疗神经症状 那个可以治疗免疫症状 这个可以治疗什么消化到肠道症 等等 我们大概的建议 我自己比较倾向于的建议说 不同的益生菌换着吃 OK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跟这个妈妈们讲说 干脆你们妈妈们组成一个团购好了 大家买不同的益生菌换着吃 你买A种 他买B种 他买C种 然后就是这一阵子你吃这个 然后再隔一阵子 这个吃完了嘛 再换个 对 不过我要强调 这是我个人意见 所以我这个讲法 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 我只是说 我也要强调 这个是我以前的习惯 到现在还是一样 所以你说换着吃吗 对 我一直让小朋友先换着吃 就是说 这一阵子他也许吃这个 他还蛮喜欢 因为有点甜味 有时候会有一点奶香的味道 是是是 然后小朋友就喜欢 那也好啊 因为是益生菌嘛 就吃 吃完之后 发现这个没有了 那还要买同一种吗 我的个人习惯 我真的会换着买 就像保养品用的是一样的 皮肤也是啊 我就换着用 其实这个 这个反而 稍微可能也 就是从 从我对于益生菌的了解上面来讲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好的策略了 某种方法 某种概念来讲 就是叫 这个分散风险嘛 你吃同一种菌 也许久了之后会有问题 那我分散风险 第二个就是利益菌栽嘛 我既然每一种菌都有好处 我每个都摄取一点 这其实有一点均衡饮食的概念 但是 这样讲其实就有点过头了 我只是讲说 这是我个人意见 那目前医学界 并没有任何一篇论文 支持说你单一任何的菌种有效 或者单一组菌种有效 目前都还没有 但是很明确的研究是告诉你说 假如你的肠道菌虫 往某一些所谓的坏菌 通常是这些感菌类 肠道菌类 偏移的话 你身体容易出现很多的疾病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免疫系统疾病 新神系统疾病 甚至于连肥胖症 都有可能 连胖的人的肠道菌 都是偏移的 甚至于有一篇很早 大概2006年的 很有趣的一个研究 也是发表的一个非常高级的期刊 细胞跟所谓的Nature自然期刊 都曾经发表 我把瘦老鼠的菌 移植给胖老鼠吃 结果胖老鼠变瘦了 把胖老鼠的菌给瘦老鼠吃 瘦老鼠变胖了 所以这个菌虫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同样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什么样的状态 会让好菌是偏移的 好菌通常是属于所谓的乳酸菌 或者是比非多菌这类的东西 但是哪一株有效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证实 那怎么样的饮食 会让这个好的菌生长 大部分都是说高纤维的 蔬菜类的食物 食物性的食物 蔬果类的 比较会让好菌便宜 所以 常吃肉的人 容易有坏菌 没错 常吃蔬食的人 比较容易好菌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如果都吃同一种食物呢 那又一定出问题 那也不行 对 所以其实我们 讲起来身体也蛮难搞的 对 可是讲起来也蛮容易的 你只要均衡摄取 你也不必特别去找医生菌来吃 大概都可以维持 不错的肠道健康 你的排便也变得比较顺畅 免疫的这个发炎的情况也改善 甚至于不容易造成精神的问题 甚至于我们这样讲 包括我自己实践 我自己实践的这个吃法 就叫做哈佛健康餐盘的吃法 比如哈佛大学的健康餐盘 就是一盘菜里面 蔬菜水果占一半 甚至于我以蔬菜为主 是 淀粉类五骨根筋类一半 一半 蛋白质类占另外四分之一 所以四分之一的五骨根筋类 四分之一的蛋白质 四分之一的蛋白质 二分之一的蔬菜 嗯 这样吃完之后 精神也变好 身材也变苗条 是 体力变强强壮 我不是在做宣传 我是说个人个人的亲身经历 嗯 没有论文之词 对 只能用以身施法 对 那我也提供给大家这个 我这个妈妈 因为小孩四岁嘛 那其实真的 我在每一餐当中 我们必须讲 除非我在工作真的没办法 那如果是在家里 五色 五个色 五个色 我是五个颜色 怎么说呢 红色 比方说你可能有红椒 或者是红萝卜 红萝卜 或者是番茄 之类的 然后再来黄色 那黄色也很多啊 黄椒 黄椒啊等等 然后再来绿色一定要有 然后再来黑色 深色的 我们家儿子很爱吃木耳 木耳是的确 连中医师都说是 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再来就白色 白色你可能也许有蛋啊 有瓜啦 蛋啊 对等等 你就五色 只要这五色都出现在 同一餐当中 我相信其实营养 应该是均衡的 也足够的喔 好 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再来聊聊 肠道的健康 还有肠道容易出现 哪一些问题 需要注意的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偏食真的不行 就算你喜欢吃蔬果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真的只请上某一种蔬果 那吃久了也是不好的 对不对 因为它 只有那个否 那个营养素 别的营养素 它都没摄取到 其实真的也是不行的 好 那我们接着下来来谈一下 这个肠道的健康的部分 那么很多人其实紧张 压力 情绪 就会发现 很容易拉肚子 这个是不是我们讲的 肠造症 很容易拉肚子 或者很容易便秘 对 或者有人又拉肚子又便秘 一下子拉肚子一下便秘 对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肠道不健康的现象 那假如说你过去的 这个一年里面 有十二个礼拜以上 三个月以上 经常出现这样的 拉肚子的情况 或者经常出现便秘的情况 是 大概就可以被诊断为肠造症 那您刚提到说 跟情绪有关 很多的时候确实肠造症 跟情绪跟压力是有关系的 可是情绪压力 我们刚提到 脑肠的轴 脑肠是连外界的 是 常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 饮食造成你的情绪问题 或者你的生活习惯 自己造成压力 当然 本身的工作状态 生活习惯 或者是你的喜好 也会容易造成身体的压力 比如说 喜欢夜里打手机的人 第二天上班就没力气 没力气之后老板一骂 你就又开始 又紧张了 然后就拉肚子 工作又做得不好的时候 压力就越来越增加 或者学生夜里打手机 上课就没精神 功课就不好 功课不好就爸妈又骂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压力就 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再加上说 也许父母生你很忙 就给你 把零用钱给孩子 让他自己到外面去买外食 买外食 小朋友现在能买什么外食 就 这不是便当 这不然就是7 这不然就是素食店 是 这个快餐店 这些东西 其实长期的吃下去之后 都对于你的肠道系统 造成非常不当的这个影响 其中一个影响 就是让你的肠道 就是大肠的位置 是 里面的大肠菌虫 发生很严重的改变 那我们刚刚讲过 大肠菌虫 它其实影响到我们的 脑部的功能 是 不只是脑部的功能 它其实即刻就影响到 你周边肠道本身的免疫功能 跟神经系统功能 所以肠道的蠕动也容易出问题 是 因此肠子就变得非常敏感 稍微情绪上面也有反应 它就开始 要么就不动 对 要么就不动在那边吸水 变成便秘 这要不然就是过度蠕动 OK 拉肚子 是 所以肠躁症 基本上的问题 大概就是肠道过度反应 再加上我们刚讲到 肠道菌虫的改变 它的食物的内容 造成它很容易发酵 对 产生很多的气体 是 所以常常会放出臭屁 或者常常造成腹 肚子咯嚕咕嚕咕嚕在叫 甚至于 会打嗝 打出很臭很臭的嗝 然后最后造成食欲不振 吃又吃不争 吃也吃得不多 然后吃东西又是很偏移 甚至于有些人会表现出 这些头痛啦 心悸啦 胸痛 胸闷 胸痛 失眠等等症状 都跟肠道有关 几乎都跟肠道有关 当然我们不能讲说 绝对跟肠道有关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失眠 年纪轻轻 我其实是好多病人 是大概大学左右 就需要靠安眠药来吃药 天哪 甚至于研究所的同学 你可以说 因为研究所压力很大 所以需要靠安眠药 可是常常 你看研究所的学生 的作息都非常不正常 我自己以前念过研究所 我就知道 礼拜一打起精神来 八点钟进实验室 礼拜二九点 礼拜三十点 礼拜四就到中午 礼拜五根本就起不来 到了中午以后才到实验室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晚上做实验 做到半夜一点 第二天做到两点 第三天做到三点 就就就又延后了 你越来越延后睡觉 生活越来越不正常 因为不正常 你吃东西就乱吃 甚至于我有吃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中餐没地方买了 我居然就到我们学校的 那个卖乳品的地方 就买一个 这个冰淇淋三明治当午餐 我老板看到我 他说 你会提早上殿堂 对啊 就是这样吃的话 基本上就是注定自己 会出问题 果然我自己 因为饮食的问题 我其实很早健康 就出现一些问题 我其实后来 在这个卫生部门服务 开始去推广所谓的健康生活 才回头看说 原来我 作为一个卫生主管 可是我的生活 居然这么不健康 我曾经是靠 我从来 我以前是不喝水 我靠可乐过日子的人 那我吃东西 其实也是随便乱吃 等到我自己 开始回到临床工作之后 开始去了解 这些系统之后 我才有这样的自觉说 我一天到晚跟病人讲说 比如说我的慢性病的病人 当来病人跟我讲说 你要减肥 要吃的对 我那时候还蛮胖的 那病人就会看着我说 医生你在讲什么 医生 没有说服你 对 所以 所以等到我开始去研究 这个问题的时候 才发现说 原来肠道的健康 影响这么大 刚刚讲到 这个可乐的问题 真的我要提醒 很多的大学生 其实在我念 诞奖大学的时候 就曾经有个 别系的好朋友 他就天天喝可乐 他不吃饭 因为可乐会饱 结果后来喝到未出血 真的 真的 喝到未出血 所以拜托一下 那个 偶尔可以 但不要常常 而且把它当成水喝了 其实 非常严重 对 这个可乐里面 不管你是那种带糖的 或者是含高糖的 带糖也好几颗方糖 对 带糖 就带糖的最大问题 第一糖也是啊 第一糖 现在我们有什么的 什么第一卡 什么ZERO 零卡 都还是有糖 它里面其实是甜味剂 那个甜味剂本身 其实是会完全破坏 你对甜味的感觉 最终会让你 对食物的敏感度 降低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 现在的研究发现 糖或者这些甜的代替品 金糖 会刺激你的饮食习惯的改变 我们在老鼠的实验里面 就发现说 让这些老鼠去吃人类的垃圾饮食 对 本来这些在野生的动物 他们吃饱了就不吃了 你让它吃人类垃圾饮食 它会增加它的觅食行为 它不知道饱 它不知道饱 它中间会开始乱吃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喜欢吃糖的孩子 就喜欢越吃越多的零食 没错 越来越胖 越胖就越爱吃 越吃甜就越吃多 是 所以这个都是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回到我们肠造症来讲 对 肠造症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的肠道系统的菌相 我不能讲就是 其中有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肠道系统的菌相改变 造成我们肠道的神经调节改变 所以如果你能够回复健康的饮食 有很大的一部分肠造症是可以改善的 当然我们现在临床上面有一些药物 是直接对于你的便秘的问题 或者是腹泻的问题 所以用软便剂 或者是止泻剂 但是那个长期服用都不是好事情 都是负担 对 所以其实有一些人 他长期需要靠软便药 用这个排便的刺激药物 我都会跟病人讲说 你的饮食习惯是如何 所以在我自己的门诊里面 我对于病人的饮食大概是我的 问诊里面必问的问题 是 那所以我的门诊常常花很多时间 在看说你吃了什么 然后我都会把我的饮食建议拿来 给他讲说 因为我不是营养师 所以我不会跟他讲 你吃什么食谱 但是我们都会建议说 什么样叫做健康的饮食 就不怪我您刚刚讲的 五色蔬果 彩虹蔬果 益生菌 我并不强调你要补充益生菌 但是我特别强调就是说 你要重建你的健康的肠道菌种 而重建的方法就是均衡饮食 尤其是蔬果的饮食 要适当的补充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另外就是肠躁症 其实跟情绪的影响也很大 情绪影响肠子 肠子也影响情绪 所以你要让你的工作表现好 先调节你的肠子 肠子健康 情绪稳定 工作表现自然好 所以其实这个你会发现 这个是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有一个大脑 其实就是我们的肠道 对 肠道可以是有智慧的 它是可以选择的 对不对 好 那当然接着下来 我们来聊聊 最近其实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的年轻族群 后来发现在新闻当中看到说 几岁几岁 原来他喜欢吃油炸的 然后每天把油炸的当成 不管是晚餐也好 就可能二十几岁 他得了所谓的大肠癌 是 这种比例也越来越高 就如同我们讲说 心血管疾病的状况有来高 很多应该是中老年人 会得到的这些慢性病 年轻人会发生 对 同样的癌症本来过去 都是比较中老年人 容易发生的疾病 现在慢慢的发现 有些很年轻的人 三十来岁二十来岁 对 就发生肠道的癌症 大肠癌的死亡率 其实在我们的癌症比例 在国人的比例是很高的 很高 那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 现在我们都怪说 叫做西化的一指 其实我觉得有点点 把西化这件事情 讲得太笼统 其实我们自己 在中式的饮食里面 如果你检讨一下 我们早餐常吃什么 吃豆浆 油条 烧饼油条 再不然就是一些 早餐店的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 我不是要打死 我们所有的 卖早餐店的东西 而是说我们早餐 为什么没有蔬食 早餐很难买到蔬菜 是 大部分都是高糖 高淀粉的食物 所以如果我要建议的话 你至少 豆浆可以添 先无糖的豆浆 烧饼油条 烧饼油条也许你就是 现在其实有些店 可以买到烧饼夹蔬菜的 有 或者是你烧饼加一个蛋 而不是就全套烧饼油条 整个都是淀粉 对 那就是高糖类 糖大概是我们现在发现 造成我们肠道菌虫变化的 最大的一个毒手 圆胸 对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在外面 找的那些什么 什么这个汉堡 里面是没放糖的 汉堡肉里面为了好好吃 它其实放了很多糖在里面 甚至还有反式脂肪 对 所以其实这些食物 多多少少都被糖摻在里面 所以要把生活中的糖要接触 你必须要提高很高的警觉 要有很有自律 要知道说哪一些食物是好 可以吃的 所以回到我们讲说 肠道健康 跟这个肠道症的关系 跟大肠癌的关系 这其实是一系列的 那再回到我们第一节讲到说 肠道的免疫系统 大肠癌的发生也是免疫系统的破坏 对 所以再再都指向说 你如果是饮食不正常 造成免疫系统的问题 造成神经系统的问题 造成肠道功能的问题 最后造成癌变 所以大肠 席肉的发生 常常就是因为这些高糖 高蛋白 高肉品 高反式脂肪 这些偏移性的食物 长期的造成肠道的功能的病变 加上它的结构上面的刺激 最后它自我更新能力的改变 就发生细胞的变异 最后就长成一个席肉 席肉经常发生 最后有可能癌变 所以我们讲说 单发性的席肉 癌变的机会不大 但是你看你做大肠禁检的时候 如果发现席肉 大家都会顺便拿掉 是是是 因为根据研究 尤其是多发性的席肉 变成癌症的机会是很高的 所以其实真的饮食 大家一定要小心好吗 好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怎么样来保健我们的肠道健康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继续聊到 所谓的这个大肠癌的比例 其实人口数越来越多 那么年纪的年龄层也越来越下修了 但是其实呢 大家也不用那么的惊恐 其实大肠癌是目前 我们很确定它是可以被预防的 怎么说预防呢 你只要去检查 只要一发现 我们通常比方说像我 就是每年会做检查 那我就做大肠镜检查 那现在可以加做无痛 那可能真的睡一下下 其实你大肠镜也检查完了 到后来听报告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说 郭小姐你这个地方有息肉 我们已经真的一并帮你处理掉了 其实就可以避免掉 以后变癌化的一个风险了 对不对 对 当然我们不会讲说 每个人都需要每年做大肠镜 对对对对 但是大肠镜是一个最确定的检查 在那个之前其实 定期去做一些粪便的筛检 因为大肠癌 或者是有这个息肉 有的时候它表面会有一些溃疡 那溃疡之后就会出血 对 出血之后通常不是大量出血 你不会在大便里面看到黑便 你如果看到解黑便 通常是大量出血 大概比较像胃溃疡 血耳脂肠溃疡 是 侵蚀到下面的血管 造成大量的出血 才会造成这种黑便的问题 一般来讲 大肠癌的那些小的溃疡 造成的血量是少的 所以通常在大便里面 会变成所谓的潜血 潜在的血 那怎么检查呢 通常你就可以拿粪便 对 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筛检 他会用一些 现在都是用所谓的免疫 这个酵素分析法 也就是针对人类的血红素 像一个小试管一样 那你就自己可以来做 这样的检查 对 就是 但是 当然这边我们也可以讲一下说 你要怎么样去取样 是 以前人取样也许就 蜻蜓点水点一下 这通常会很容易失掉 是 比较好的方法当然就是说 顺着那块黄金的长轴 这样拉一下 这样比较能够 把整个面向涵盖 是 那上面只要有浅血 带在你的检体里面 我们现在非常敏感的 免疫酵素分析法 就可以侦测到 人类的这个血红素 过去我们的老的方法 是因为一些铁质的反应 就是你只要带铁的反应 所以你前一天 如果是吃什么猪肝 鸭肝 鸭血 常常就容易造成一些物检 或者说你吃一些 维他命中和维他命 含有铁的话 也容易造成物诊 那现在的方法通常物诊率不高 那这个筛检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定期便宜快速 无痛的方法 当然如果说你的经济许可 或者你对你的家族性 曾经有这个大肠癌的病史的 最好 这个一年三年五年之内 大概都去做一个大肠镜的筛检 所以精确 最精确 没错 然后如果这个发生 里面有异常的这个增生 比如说席肉 对 立刻可以帮你除掉 避免到将来的风险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好的 大肠癌的一个防治方法 好 那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 肠胃道的一些健康 尤其是我们的肠道的部分 那千万不要小看 因为其实它就是跟我们的吸收 跟我们的吃进去的食物 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关联性 那我们最后就来谈谈 我们应该平常怎么样来做自我保健 对 自我保健的方法 我们可以想说 从生活习惯跟饮食来讲 好像所有保健都不外乎 这两个大原则 对 所以我们先就直接谈这个生活习惯 第一个 你要学会减压 你不能让自己生活太大的压力 对 你的步调 我不能讲说你要放慢 但是你一定要有办法 让自己不要在压力之下过日子 所以你自己的生活 定时上睡觉 定时起床 定时吃饭 这是必要的 第二个就是说 假如你有情绪压力的时候 你可以学习一些抒压的方法 比如深呼吸 是 打坐 走路 甚至于运动跑步 都是一个抒压的好方法 对 那我们回到饮食 饮食不外乎 还是均衡饮食 好像老生常态 对 但是我们真的当医生的 真的在这边要不厌其烦的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讲 耳提面命 均衡 那两个字太重要了 对 各种颜色都要摄取 各种样式 都要 都要 而且比例要正确 我们蔬菜水 我一定要在你的一餐里面 占大部分 是 最好占到一半 淀粉量最好是取所谓的 比较粗的食物 看得到一颗一颗的 看到一粒一粒的 你不要吃面粉 我当然不要讲说 你不要吃面包 而是说尽量少 所谓的精致的打磨的 或者是金白米 我们尽量少 摄取一些像糙米 糊米 糊米 如果你吃不惯 混着煮 也可以 金白米 差一点糙米 一半一半 第二个呢就是要经常的 去注意你的肠道健康 肠道健康 不外乎 还是刚刚讲的大原则 尽量吃一些蔬果类东西 让你的肠味道的益生菌 能够长得起来 如果必要的时候 你要补充益生菌 回到刚刚主持人讲的原则很好 不同的品牌都试一试 不要特别相信哪一种品牌 更不要只选择单一品牌 从头吃到尾 那个反而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了解 所以其实真的说实话 肠道的健康 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习惯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那当然也真的透过今天的节目 我们也大概了解到 其实我们的肠味道 它真的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说 这个上面一个脑 这个我们肚子 其实也有一个大脑 就是我们的肠道 那再次提醒大家 其实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以往呢 我们在做这个大肠镜检查的时候 其实他会问说 你要做全肠还是六十公分 那我的建议是 尽量做全肠 为什么呢 因为在前年的时候 我个人 就因为做了全肠 才发现我在 所谓的生结肠的地方 是 做六十公分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生结肠的地方呢 有一个大肠的肠肉 那那个大肠的肠肉呢 医生就跟我讲说 郭小姐还好你现在来 如果你再拖个两三年 它有可能就变成原胃癌了 对 所以其实建议大家 能够做全肠就做全肠 但是很多人会怕痛 但是现在是不是有所谓的 无痛的肠胃镜 其实你就睡个觉 肠镜也做了 胃镜也帮你做了 对 如果你要做肠镜胃镜 其实医生都会建议你用无痛的 因为同时上面也做下面也做的话 这个压力太大 那当然你单做大肠镜 也可以选择所谓无痛的 无痛就是会让你在一个深度睡眠状态 某种程度像是麻醉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真的麻醉 它就是让你在深度睡眠的状态之下 但是还是有麻醉师在旁边帮你监控 你的心跳啦 血压啦 呼吸啦 避免那个麻醉 这个睡觉过深 但是你等于就睡一觉醒来 其实检查的时间并不长 对你来讲 可是睡了一个很长很舒服的脚 非常舒服 我个人经验这两年下来 所以原则上其实 这个现在的科技已经进步到 你可以很舒服的做完一个检查 保护你的健康 我们是建议说 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 做一个无痛的这个肠镜也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想要有感 我个人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做过一次有感 我也曾经做过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可怕 就是在转弯的地方会稍微有点感觉 就是要压一下 压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转弯的地方有空气 你知道吗 那当那个这个 你知道我们那个镜子 镜子转弯的时候 转弯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发现说你站不起来 那是非常非常有感 但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也做过一次有感 但做过之后就选择 以后都是无痛未进 或长进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其实真的也建议大家 不管你要做无感的还是有感的 其实真的 大概多久要去做一次 两年吗 一般来讲是三年可以做一次 三年 尤其是年轻人 那老年人的话也许 可以检查的时间比较密练 可是如果你有息肉的话 是 我们建议你隔年还是要去检查 隔年 如果说连续两次健检 都没有再长息肉 你可以回复到大概三年检查一次 是 OK 所以其实肠胃道的这个保健的工作 其实真的不管是从我们的检查 或是从日常的生活作息 还有减压也很重要了 那压力大的确也是现在很多的这个 文明病发生的最大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你的肠道健康 我们常说只要你肠道健康 你整个人看起来真的就会年轻了 还有食物麻烦各位 什么都要吃 也不要只吃 单一种的食物 那么养成良好的运动的习惯 跟我们这个这个作息 一定要这个 尤其是我们的睡眠 十一点能够睡觉就睡觉 如果不行 最晚就是十二点了 好不好 千万不要把工作的压力带回家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这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宋燕仁 宋医师 谢谢你 也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我们的生活快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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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